日本人不要自欺欺人 你是哈巴國國家 表面上說要正常國家 這在歷史上是一個 無比令人可恥的笑話 中國大陸兩個問題 你的核子武器太少 你上不到談判桌 現在中國大陸還受制於美元體系 你囤了一堆美元 你不是脖子架在人家刀上 是因為被它砍嗎 你那人金沒有出現 戰略核子武器沒有出現 你也只能對不動 對日本跟美國喊 我絕不答應 我堅決反對 講完了下面沒有了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威嚇力 還沒有到了一錘定音的階段 中國人還有一段要努力的路要走 日本現在處境就是很尷尬嘛 又想得罪中國 得罪不起美國 那也只好去拍美國馬屁 所以我看到岸田文雄 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我要給他四個字 日本最近所推出 公佈了這個外交藍皮書 他對於他們自己本身 還有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還會有一些新的一個合作 這份外交藍皮書 大概是五年來 第一次提到說 跟中國有戰略合作關係 之前他們所發表的 國防的相關的文件 都把中國當作戰略對手 戰略競爭 甚至於某種程度是戰略敵人 日本人當然我滿同情他們的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複雜 掙扎 甚至於摸不到邊的一個戰略處境 第一個他想要做正常國家 沒有人反對 可是正常國家 第一個條件不是提高軍費 正常國家不是說 我有能力派什麼護衛艦到外面尋找 那個四個字叫自欺欺人 正常國家只有一個標準 他的領土裡面沒有外國駐軍 請問你日本什麼時候 能夠把美國軍隊趕離日本 表示我有能力保衛自己 我不需要你美國來保衛我 我也有能力控制我自己 不需要你美國來控制我 那如果你有這麼多的美國駐軍 美國基地 你還要幫美國弄很多基地 在全世界說 你是走向正常國家 不是 你是什麼 你是哈巴國國家 這是個現實問題嘛 你告訴我 印度可能允許別人駐軍嗎 印度被英國殖民過 英國可以在印度駐軍嗎 全世界現在有被駐軍的國家 是不多耶 德國 還有日本 還有什麼 菲律賓 對不對 有外國駐軍 你說中國今天都有那個政治人物 領導人 允許外國駐軍 他能夠生存嗎 所以中國是正常化的 南韓也是 南韓不是國家 好不好 未統一的國家 對 未統一的國家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種狀況 日本人不要自欺欺人 我曾經用這個方式 賭日本幾個重要大臣的嘴 他當場都閉嘴 他說我們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都贊成 我都鼓勵 但是只要有外國軍隊 不管是美軍什麼軍 在你國家駐軍 你告訴我 你是正常國家 你不是在欺騙我 你在欺騙你自己 所以日本的處境 其實非常尷尬 對 然後他表面上說他正常國家 是在人家駐軍在你國內 你派軍隊到外面去 你告訴我 這在歷史上是一個 無比令人可恥的笑話 日本人沒有能夠回答我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 中國大陸的什麼公眾號 講什麼薪酬就一起算 講狠話沒有用 講大話也沒有用 我一再講過中國大陸 兩個問題不解決 中國大陸只能動不動說 對外說我堅決反對 我絕不答應 我絕不贊成 講完了沒有了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為什麼 第一個中國大陸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的核主機太傻 你上不了談判桌 剛才有明兄說有400顆 在現代的這種大國裡面 你拿出來沒有2000顆的核主機 你只能在旁邊泡茶 這是個現實問題 然後因為你的核主機 中國大陸的規模 要保障它的GDP 跟全世界的貿易路線 讓人家不敢主動進攻跟威脅 至少要有1500顆戰略核主機 至少要500顆戰術核主機 但中國大陸目前遠離這個標準很遠 然後要使用這個核主機來載台 最好的是戰略核子潛水艇 中國大陸現在猛在擴增航母 猛在擴增驅逐艦 都有很好的成就 但是目前它的戰略核子潛水艇 這個方面還遠遠落後於美國跟俄羅斯 所以在戰略核子潛水艇部署好 戰略武器核子部署好 還沒有辦法到達那個俄羅斯的標準 說我打烏克蘭 你北約不敢動手 這種地步 所以變成說中國大陸 明白的告訴說 我如果要征服台灣 對不起 你們沒有人敢跟我動手 1500顆核子武器 是擺在那邊備額不用 就直接可以恐嚇美國和日本的 因為日本經不起五顆核子武器 的一個攻擊 中國大陸經了十顆都要撐得起 這是個現實問題 那美國也不可能 美國十個城市被核子武器打到的話 美國就從此魅亡了 因為美國在這方面更催落 所以美國的海外保護法會更強 那中國大陸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的GDP 平均每一個人才一萬兩千塊 它要到達這個兩萬塊以上的人均GDP 還要再努力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它必須要從至少多少 必須要從現在的18兆美金的GDP 增長到28兆美金的GDP 它才有這個實力 去稱之出一個兩萬塊 國民所得的一個水平 當然你如果從購買力評價來計算 它早就超過了 可是國際要拿現金出來的話 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 現在中國大陸還受制於美元體系 它雖然要有軍費要購買的時候 它的人民銀行在過去莫名其妙 不囤黃金 囤了一堆美元 那你囤了一堆美元 你不是脖子架在人家刀上 是被人家砍嗎 所以中國大陸的財經官員 在李克強時代也好 根本在這方面 是完全疏忽到整個戰略格局的考慮 只是一個小商人的心態 還是一個中小企業的心態 你現在突然直接發現 我自己怎麼變成大企業 結果還沒有去做調整 沒有做調整 所以你的財政預算保守 這是對的 你的這個所謂的赤字預算保守 是對的 但是你在整個國家的擴張過程裡面 你要做資源的部署 資源的部署就是說 你不要完全依賴美元 那你要把人民幣變成黃金 叫做美元變黃金就是美金 人民幣變黃金就是人金 所以你的人金沒有出現 你的這個戰略核子武器沒有出現 你也只能對不動 對日本跟美國喊 我絕不答應 我堅決反對 講完了下面沒有了 因為你沒有足夠的威嚇力 這是一個中國大陸 現在在一個關鍵卡上面 那外面看到說 你有航空母艦就是對的 你有大群驅逐艦 萬噸驅逐艦 這也是對的 可是還沒有到了那個 可以一錘定印的階段 我說了就算 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所以這個階段裡面 美國日本就想要挑釁你 那澳大利亞也要挑釁你 所以不動給你出拐子 所以中國人還有一段 要努力的路要走 那至於這個日本的這些東西 不用太理會他們 所以他提的什麼 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這個部分 就是日本想要在外交上跟你示好 然後在美國 在國防文獻上面 什麼指導方針上面 跟美國示好 只是這樣子 因為日本現在處境 就是很尷尬嘛 他得罪不起中國 又想得罪中國 然後呢 這個根本就得罪不起美國 那也只好去拍美國馬屁 所以我看到岸田文雄 在美國國會的演講 當然有很多人給他鼓掌 那英文好像比一般日本人好很多 可是我要給他四個字 丟臉啦 有需要拍人家馬屁拍得到地步 丟臉只有三個字 丟臉啦 丟臉啦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醫生菌 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竹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醫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經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錄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對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哦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多謝